据多家媒体报道,法国总统马克龙向南非总统拉马福萨表达了,想参加将于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意愿。难道法国要加入金砖国家俱乐部?在中美战略角逐最关键的时刻,在美国急于建立反华联盟的关键时刻,法国欲与中国站在一起,这是扯美国的后腿。 目前中美关系迅速恶化到了极点,可以说已经来到了冲突的边缘。这是美国恶化战略的必然。为了强力打断或直至中国复兴强国进程,美国一直在努力争取,把欧洲拉进中美的大国竞争之中。 正如此美国总统拜登所说,有了盟友的支持美国才更强大。反之,没有盟友配合美国就不那么强大了。因此统一西方联盟的意志或战略,建立新的反华联盟,是拜登这三年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。 然而尽管中欧关系一直不那么确定,尽管欧洲也提出要去风险化,战略上独立自主。 不与中国搞阵营性对抗,甚至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,依然还是欧洲的战略主题。 美国要打压中国复兴强国进程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却一直强调,战略上独立自主,不搞阵营对抗,加强对华合作,不介入台海和南海事务。 有意思的是,越是在中美战略角逐最激烈最关键的时刻,法国总统马克龙越是坚持自己的战略观点,不仅口头上坚持,更是用行动来佐证。 不久前马克龙的访华,就加强了对华经济合作关系。 而在访华后的一系列表态,真的是让美国太难看了。 而近一段时间的言行,简直是扯美国战略的后腿。 当北约商讨把日本拉近的时候,法国人却持有保留甚至是反对意见。 当北约提议在小日本设立办事处的时候,马克龙站出来明确反对。 是北约,不应将其势力范围扩大到北大西洋以外。 并说如果我们推动北约扩大自己的地理范围,我们将犯一个大错误。 为了把北约引入印太,日本应解,美国是应拽。 这是美国推动印太战略,建立反华联盟的重要一环。 可惜马克龙一句话就给否了。 如果北约真的硬要介入印太、亚太事务,真的要干预南海东海事务。 那真的将会地区的水搅混。 这是拜登努力的方向。 马克龙如此的表态,显然是扯美国对华战略的后腿。 而近来又爆出更有意思的消息。 据法国观点报日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。 马克龙希望自己能够受邀出席金庄国家峰会。 这个消息可以说令人有些吃惊了。 要知道,日前在南非召开的金庄国家外长峰会上,曝光的内容就令世界非常关注。 峰会邀请了15个有兴趣的国家外长参会,直接传递出来的就是扩编的信息。 而与会者一致认为,金庄机制将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机制,是稳定和发展世界的重要群体。 金庄国家逐渐将自己定位为替代西方的另一种选择,为新兴国家提供机遇与发展空间。 据说已经有17个国家申请加入。 南非方面同样是既不确认也不否认。 这至少表明,马克龙确实谈论过有心参会之事。 尽管俄发言人扎哈罗瓦提出了特洛伊穆玛的质疑,显然也是对这一消息是非常感兴趣。 以法国人的性格和目前的对外政策,当特洛伊穆玛或者说参会搅局,是不可能的。 目前欧盟不仅要面对乌克兰战争危机,还要面对经济复苏乏力,甚至是有可能加剧衰退危机的风险。 特别是欧盟的经济投扬德国陷入衰退之中,使得欧盟的前景堪忧加剧。 重要的是,欧洲内部存在分裂情绪。 不管是在对美关系还是对华战略问题上,都存在严重的分歧。 而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以及疯狂加息的行为,伤害最严重的就是欧洲经济。 尽管马克龙亲自赴美距离力争,可拜登却是无动于忠我行我素。 这不能不令马克龙恼怒。 目前欧盟和欧盟的一些国家,都在纷纷效仿美国的通胀法案以资保,避免实体企业和资本流向美国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加强对华合作,加强与非西方体系的合作,也就是最佳的获理质的选择。 金庄国家、上河组织都在积极扩编,一带一路也在积极推进,而这一切都是独立于非西方体系的。 在中国的带动下,目前反而是非西方国家经济复苏的形势更好。 特别是此次金庄外长峰会,受到了世界普遍的关注,也被视为超越G7影响力。 建立新南南合作体系的重要一环。 这是世界的新机制体系和新亮点。 如果法国能够参与其中,或加强与金庄国家的合作,对自身的经济自然有相当的注意。 重要的是,这样可以提高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。 同时,借此机会,可以与中俄两个大国建立特殊的关系,足以增强抵御美国控制的能力。 如此一来,法国可就是进退有据了。 法国是欧盟唯一一个武长和和大国。 这决定了其对欧盟北约的影响力。 坚持走独立自主的路线,就足以增加美国把欧洲、北约变成美战略棋子小卒的难度。 在美国,急于建立反华,或霸权联盟的大背景之下,这等于是直接扯美国的后腿。 世界变革正在加速,地缘政治正在快速地演变。 建立多级世界格局的进程正在加速。 重要的是,美国主导的西方秩序已经失序。 而欧洲安全秩序也面临重新建立的困境。 如果欧盟彻底被美国所控制,就成不了第四级。 而阿拉伯联盟、东盟等发展中国家联盟却有可能独立成级。 连印度都在积极努力独立成级。 这恐怕是让法国绝不甘心之事。 目前的欧洲在自身战略错误的战略下, 在美国的严厉坑海下,正在走向沉沦。 大英帝国正在日落西山。 德国历史的原因难以摆脱美国控制。 也只有法国可以站出来闹独立了。 这也是法国的使命。 然而如此一来, 可就把拜登的合纵连横战略给严重破坏掉了。 尽管欧盟一直坚持战略上的独立自主。 可近来在美国威逼利诱之下, 也提出了去中国风险化问题。 北约也扬言不许中国武统台湾。 可以说美欧战略统一的希望还是挺大的。 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, 马克龙如此另类。 这不仅表明法国不站队美国, 而是要与中国合作, 让拜登难堪。 不仅如此, 日前有报道意大利和法国, 无视美国芯片封杀战略, 也就是脱钩战略。 公然选择投巨资和中国合作建立芯片工厂。 厂区规模, 比马斯克投资的上海特斯拉工厂还要大。 这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, 被外界视为不给美国面子。 综合分析来看, 法国是铁了心要与美国保持距离, 是坚决反对欧盟北约汤中美大国竞争的浑水。 而这恰恰是中美竞争的胜负首与关键因素。 一旦法国加入了金庄国家体系, 恐怕会在欧洲和世界引起连锁反应。 美国脱钩战略将彻底失败。 美国脱钩战略。